又是一年情人节,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今年的过节力气多了一件,那就是如今全球爆火的人工智能ChatGap 有报道称,在美国,有42%的男性打算使用ChatGap写情书 作为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最新且迄今为止功能最强大的聊天机器人,ChatGap能做的显然不只是写情书 ChatGap可以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和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作诗,别小说,写论文以及写代码等等 一届认为,ChatGap标志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突破,马斯克还夸赞他好的吓人 有较多观点认为,受到ChatGap冲击最大的首先是搜索引擎 因为若ChatGap能够为用户提供足够精准的内容 搜索引擎自然就会被用户放弃 不过如若人们真的使用人工智能代替传统的搜索引擎来获得各种信息以及制定决策的话 那么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能做到中立准确?不带任何政治倾向吗? 对于这个问题本身,ChatGap的回答是 作为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我没有政治倾向、信仰或观点 我的目的是以中立客观的方式来提供信息和解答问题 所以ChatGap就没有政治倾向了吗? 对于这个问题,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和研究 答案引人深思,ChatGap有政治倾向 根据世界知名智库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G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已经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该工具偏爱某些政治观点 在大卫罗扎多David Rosado教授进行的一项分析中 ChatGap在范围广泛的政治议题中被提示表明 其是否强烈同意或强烈反对的立场 举个例子,ChatGap不同意市场越自由 人民越自由的说法 强烈不同意当妇女的生命不受威胁时 堕胎应该永远是非法的的说法 也强烈不同意妇人睡太高了的说法 ChatGap对这类问题的回答让研究者罗扎多得出结论 从意识形态上讲 ChatGap是一个左倾的自由主义者 他补充说,ChatGap似乎比保守主义更自由 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比新保守主义更不干涉 不过奇怪的是 几周后当罗扎多向ChatGap提出类似问题时 他给出了更中立的回答 并试图展示有争议的政治问题的双方意见 这种回答的变化让罗扎多推测 ChatGap的底层算法自最初推出以来 已经发生了变化 根据罗扎多的说法 对ChatGap的政治倾向最可能的解释是 该系统是根据来自互联网的专业人士撰写的 大量文本数据来进行训练的 其中大多数人在政治上是左倾的 人为影响的其他可能性存在于机器响应 而LHF的微调和人为评估中 罗扎多还在研究中表明自己的态度 人工智能系统不应该假装提供中立和真实的信息 同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偏见 事实上在ChatGap于2022年11月下旬发布后不久 就已经有文章讨论了AA的倾向问题 如ChatGap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 OpenAI的聊天机器人土路有偏见的想法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种族主义问题方面 在经过仔细的数据标注和调整之后 ChatGap很少说任何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论 简单的种族言论和错误行为请求 会被AA拒绝回答 甚至封号 单从这点来看 ChatGap的回答背后必然存在着人为的干涉 也完全可以被人为干涉 根据公开报道 OpenAI在其研究版本中描述了 它是如何开发ChatGap的 基本上训练师对该AI走期版本 回答的方式进行排名和评级 然后这些信息被反馈到系统中 系统会根据训练师的偏好来调整答案 这是一种训练人工智能的标准方法 被称为强化学习 CG的文章强调 无论如何 应该清楚的是 与其他语言模型一样 ChatGap并不是一个没有偏见的工具 这类系统对世界的理解取决于其设计者所做的决定 例如 他们选择使用哪些数据来训练系统 如果这是一个公正的ChatGap 那么这也反映出的是OpenAI的科学家们 有意识地做出支持中立的决定 未来其他公司的其他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设计者 可能会有不同的政治目标和优先事项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相关新闻 有中国学者提出 AI的发展方向稳定高度依赖于 供其学习和训练的数据与样本 遭到污染的数据集或针对特定参数提供带有偏见的样本 都可能使AI形成安全隐患 以深度学习为大表的人工智能算法经常被试做一个黑箱 算法可解释性和透明度的严重缺失 算法设计或实施有误可产生与预期不符甚至伤害性结果 算法前层偏见和歧视 可能会导致决策结果存在不公等问题 有分析认为带有政治偏见的AI给现实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即随着这些工具变得越来越可用 社会应该如何与它们互动 CG的文章就举了个例子 是否应该允许政府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政治计算设定相应的条款 在美国的某些州 例如德克萨斯州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塑造学生接收的信息类型 如果这些政府已经毫无顾虑的以特定方式定制教育 那么可以毫不夸张的想象 他们会偏爱具有特定观点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文章还认为 随着语言模型的不断改进和普及 不久后我们就会看到 具有专门定制意识形态倾向的聊天机器人 观看福克斯新闻的保守派 可能会使用右翼福克斯新闻聊天机器人 来回答他们关于气候变化严重性的问题 而观看左倾MSNBC的自由派 可能会咨询他们的聊天机器人 关于武装乌克兰的必要性 如果这种量身定制的聊天机器人成为现实 那么不难想象 人工智能理言模型会进一步加强现有的信息孤岛 目前的社交媒体已经遭到了大量类似的指责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人工智能存在政治偏见的现实 从更为现实的角度考虑 人工智能领域显然已经成为各国和各家科技公司争夺的下一个数字战场 萧嫣已经升起 这场科技军备竞赛才刚刚开始